今天這是你迫不及待想看的 一定就是 奧斯瑪林推出的Super SUV DBX 對不對 因為這台車是 奧斯瑪林的百年計畫的第四款車 也是在各家引頸期盼是說 畢竟很多品牌 像雷姆基尼也推出的SUV 那到底奧斯瑪林推出的SUV 到底跟其他家有什麼不一樣 那一樣是DBX 車型很會錯認的 這個凸置型的一個水箱 對 然後燈的部分我們看到 很簡潔 但是我個人覺得極有特色 然後上次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 就注意到了日行燈 方向燈 還有空路的效果 我覺得這真的也是 非常好的設計 對不對 我發現DBX的整個門檻的部分 沒有特別高 對 它並不會再多一個蹲或一個檻 對 然後裡面的這個色系 還有包括他們所用的高級的皮革 對 都會有一種方向 非常的舒服 像這台車英國手工皮革的質感 整台車的包袱 對 其實看到說它的整個的用料 是非常的實在 而且你知道這一台 我去看它的原廠的網站上面 有10種以上的套件 這麼多 而且這些套件不是我們平常講 都帥氣而已 是很生活面上的 例如寵物套件 寵物套件 它有狗狗 後面上下的板 然後有可清洗的水箱 有它的床 然後另外有自行車套件 那這些我覺得今天在車展裡面 帶大家搶先來看 這台車我們爭取到了 可以進地球黃金線的攝影 所以大家可以嚴謹去看一下 看一下喔